港交所本身它的股价 就像是一个恒生指数的指标一样的 对我们看见最近的成交额或各方面来讲 都是出现下跌 同一时间指数有下跌 对港交所的股价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影响 那么我个人预期 港交所就是在这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之下来讲 它的股价都不会呈现一个太稳定的情况的 它在100块钱这个水平 肯定是一个非常之重大的一个关口 就请它守护守护住了 这个还是要看整体上香港的外围的股市的走势 跟香港本身来讲 那个市况可不可以在第四季度回稳 这个对成交额各方面来讲 对港交所的收益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影响的